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我们讲到圣灵情欲的事情 圣灵是教我们怎样心甘乐意的 接下来的这一刻我要讲到的一个主题是 自由与情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本意不但是叫我们不放纵情欲 乃是叫我们得以自由 阿们 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虽然神这样讲 但是你们真的认识自由吗 很多人还是不认识 基督教我们得以自由的那个自由 所以他们自己造出自己的自由 或者他们认为说我们做什么就有自由 比如说我们吃就有自由 玩就有自由 有钱就有自由 健康就有自由 我们人都是这样 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感悟是这样的 各位 前不久 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广告 广告是由动画一出来 有五个老人家坐在桌子 半活半死的 一个高血压 一个糖尿病 一个心脏病 然后连吃东西拿筷子 这个手都抖 忽然间 有一个老人家就拍桌子 起来 我们去 他去哪里 去环岛 整个台湾 所以他们就坐摩托单车 整个台湾 走21天 这个21天 70岁到80多岁的老人家 他们就环岛坐着摩托车 很辛苦的日晒雨淋 然后这样的 但是很爽快的玩 玩了整个岛 很有满足感 这就是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要的人生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广告 没有广告 没有看过 有看过对不对 这是最出名的一个广告了 是广告什么的 银行 好像玉山银行 对 玉山银行 对不对 其实是要讲什么 叫你们投资 储蓄 跟银行储蓄 因为要得到什么 经济自由 各位 现在的人 用词也很厉害 经济自由 我是这个时代才听到这个话的 以前我们讲多储蓄钱 多储蓄钱 已经这套不行了 要得经济自由 尤其是你们去跟那些传销的人 在一起讲话的时候 我要给你们40岁经济自由 50岁经济自由 这些话全部出来 滥用自由 但是要讲的东西就是什么 这个世界在塑造我们 对自由的想法 对自由的感觉 所以我们慢慢 甚至连信徒 越来越失去 上帝讲自由的本意是什么 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 教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基督讲的自由是什么 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 灵里面的自由 灵里面的自由 先讲的是什么 灵里面的自由先讲的是 你得着了神的救赎 再不定罪 有神的同在的自由 阿们 先这个自由了 因为没有审判了 没有死亡了 你的结局是好的 那么各位 那你说OK 我的结局是好了 那现在不用吃不用玩吗 不用健康吗 对不对 各位 吃要不要 吃有自由吗 No 吃本身不可以给你自由 如果猪吃的时候 它很自由 但是人吃的时候 不能靠吃来得自由 人是要靠圣灵吃才自由 听得懂吗 人要靠圣灵玩才自由 讨圣灵运动 旅行 顺着圣灵行才自由 这个东西你们要抓稳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你们要顺着圣灵行 那无论做什么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着荣耀主而做 这些话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这个里面有一个含义 就是说 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是要跟从主的 我是要跟从主的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已经得以自由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侠 那么现在可以吃 可以玩 可以结婚 可以有孩子 这一切都顺着圣灵来做 感谢赞美主 但是这个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没有给你犯罪的自由 没有给你放纵情欲的自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一定明白 圣经在这里讲的 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加勒太书》第五章 《加勒太书》第五章 刚才忘了读 现在读了 《加勒太书》第五章 你们看 各位《加勒太书》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保罗跟加勒太人 传了福音之后 后来传了福音他们就信了 有圣灵的工作临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何等喜乐 甚至保罗说什么 那个时候 我来到你们当中传福音 我病了 但是你们也不嫌那个麻烦 那个试炼 就是照顾我 甚至连眼睛 就是挖出来给我也愿意 他就讲这句话了 有些人说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他的问题是不是眼睛 有些人也在推测这个东西 是不是加勒太人 甚至就是把保罗当作一个死者 天使一样 福音的死者 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 真的是好像信了之后 活化在他们眼前 所以对他何等的感恨 但是后来有一些受割离的 割离派的人 他们就来了 你们信了耶稣吗 就得福 No 还有多一样 你们要受割离 不然你们跟神无份 宗教的东西来了 对不对 你看我昨天说什么 一定加上人的文化 形式的东西 一来的时候 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 这么多苦难 原来这个保罗没有跟我们讲要受割离 他自己也受割离了 然后没有跟我们讲要受割离 对不对 所以刚刚受的苦难 试炼 反而是这么荣耀的 现在把他有一个仇敌的意念 一来了 转改你的思想 所以这个叫面教 发酵的时候 他们现在把保罗当作仇敌 保罗没有把好的东西跟我们讲 保罗很急迫的时候 就写迦拉太书 你们领受圣灵 是你们听信了福音 还是守律法呢 保罗就这样讲 对不对 神在你们当中行义能 是因为你们听信了福音 还是你们行歌离呢 对不对 都很迫切的写 当初你们甚至连眼睛挖出来给我 你们都愿意 你们快要都服去了哪里啊 甚至你们受苦也愿意 但是现在为什么你们把我当作仇敌啊 保罗就写为父的心 各位保罗的心真的是一个父亲 有时候我们把他当作神学家 但是其实他真正的一个身份 好像是会有我们的一个父亲 为父的心 写的是为你们焦急 然后他就写着把福音的真意就讲了 对不对 我们是在恩典之下的 然后一直到第五章 第五章的时候他就说 基督释放了你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住 不要再被奴婦的恶挟制 但是他也会知道 当他讲这个自由的时候 有一些人可能就偏到另一边了 我们自由了 我们随心所欲吧 要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第十三节 这里说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所以上帝的本意是什么 要给你们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 因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极 这一句话只内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推论得出 一个人 他其实不爱人的时候 他自己是没有自由的 因为上帝所造的 一个荣耀的形象 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他是爱的时候 才是真正活出人的样式 所以我们丈夫爱妻子的时候 像丈夫 妻子完全的尊敬顺服丈夫的时候 像女人 对不对 真的是这个人 上帝造的人是怎样的人 不是只有吃喝玩乐的人 为自己而活的人 绝对不是这个东西 你得到全世界 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是最痛苦的人 没有一个人 你能够跟他分享 你用钱来买一切的东西 买爱情 买什么 买友情 没有一个情你得到 你们了解吗 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来的 然后这里说 所以有受割礼派影响的 也有自由派主义的 教会总是有这两组人的 有些人说 玩 上帝给我们什么都玩都享受 哈利路亚 但是玩到没有底线去的 那有些就是 这样做不可以 这样做不可以 很亏欠 然后看到别人 你这个不属灵 你穿的衣服 你换太多衣服了 不好 很多人就专门看这些东西的 其实他自己也 不能克制情欲 这个姐妹今天穿这个鞋 下个礼拜又穿这个鞋 自己也被这个影响 你们了解吗 但是他变成 因为被控告 所以变成一个律法之心 其实这些都是 人心灵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里保罗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所以刚才我说什么 你们一定要顺着圣灵 不要用你的意志来要克制情欲 顺着圣灵 享受圣灵里面的美 丰盛 喜乐 自然 肉体的情欲就失去力量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刚才我就读到这边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愿意做什么的 你们是愿意顺服神的 爱主 爱人的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么难 我是愿意爱人 为什么又贪恋他的东西 哎呀 为什么不能为他喜乐 为他开心 因为有什么 有情欲 对不对 所以圣灵要象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释放你们这一句 如果你们感受到这种情欲 你不要自我控告 因为你要知道 你感受到本身 就是你有意识了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你可能不能马上除去那个感觉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又会来 又会来 对不对 但是你继续在主面前 就是摔跤 祷告 等候主 然后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 主有一天会释放你的 阿们 有些问题 不是你快快解决就好 你知道吗 好像外在的问题 这个伤很快就解决了 几天受伤就解决了 但是里面的东西 尤其是灵魂里面的东西 上帝对付你的 那个最深的 那个根 最性的东西 那个地方 是很多的交战 为什么要等呢 因为在你这个交战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爱主 你越来越敬虔爱主 爱上帝的圣洁 你们了解吗 如果今天 我就是受情欲影响 明天早上起来 没有了 你很快又会另外一个情欲了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火 就是炼净人 把你的器皿炼大 圣灵的火 所以有一天你从那个情欲 那个恋慕 得释放的时候 你的生命能够祝福多人 你能够认识人的生命 理解人的难处 怜悯人 爱人 对不对 了解吗 所以这个过程是有原因的 有过程 如果你说 我叫我不是牧师 我不用怜悯人 爱人 你有孩子吗 你看你的孩子长大 你每次讲 你看都是这样 然后看到他这样调皮什么 然后你就想到自己的样子 然后你自己花这么多时间 要成圣 然后你现在要他马上改过来 所以你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你经过那个炼净的时候 这个孩子13岁的时候 15岁的时候 20岁的时候 他有他的过程 但是我继续为他祷告 所以过程是重要的 时间是重要 所以18节 当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 因为你受圣灵引导 你是乐意而做的 乐意顺服的 绝对不是受压力 所以不是律法来 该做这个 不该做那个 然后第19节 这些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 奸淫 污秽 放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震惊 恼怒 接打 各位等等这些 还有下面21节 妒忌 醉酒 其实这些情欲的事 我读的时候 我就感觉 其实不是感觉 你好好看 有一些是外表 外在的行为可以看得到的 奸淫 拜偶像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仇恨 证经 嫉妒 这些 这些是里面的 所以当圣经讲情欲的东西的时候 当然 这些字面来讲是显而易见的事 但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看得出来的 有时候是他内心里面的事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才感受到的 有些人来教会 一个弟兄来教会 大家都觉得他很好 他妻子讨厌他不得了 他很自私 自私 为什么自私 你这么好的丈夫 你看每个人都喜欢他 然后他说什么 他只有对全世界的人好 只有对我不好 这个人就是真的很饿 没有人知道他多么丑陋 除了跟他住在一起才知道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情欲的 隐藏里面的东西 其实更难的 我们再看21节后面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的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怎么办 不能进天国了 现在很多人不能进天国了 所以行这样的事 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 什么叫行这样的事 就是说 你们灵里面 是体贴这些事的 没有征战的 那就是说你们里面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的人 怎么能够进天国 但是这个谎言来了 妒忌来了 仇恨来的 心里面很交战的人 他们不是行这样的事的人 他们是在有征战的人 有征战的人 那这个征战必定怎样 得胜 我刚才说了 必定得胜 那这里说 那圣灵教你要顺着祂 最后是什么 把果子给你们 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 节制 有些人很喜欢前面八个 后面那个第九个 节制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保罗在那个地方结束 怕你们变成爽朗信仰 所以后面加一个节制 什么东西都是到这边 就好 玩有节制 吃有吃节制 然后这里说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然后凡属 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阿们不阿们 阿们 阿们的这句话 那肉体还有没有 为什么这样 不是钉在十字架上了吗 所以 这个你们又要理解 圣经的话 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 各位 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多久 六个小时 十字架的本意 就是要折磨一个人 不是给一个人马上死的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 这个强盗两个还没死 对不对 所以把他们的脚打断 然后呢 那就没有呼吸 整个没有办法支撑的时候 所以就断气而死 这十字架本意是要折磨人的 所以你要折磨什么 你把你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 是什么意思 折磨它的 但是它没有死 几次死 等你回天家的时候就死了 对不对 这个肉身死去的时候就死了 但是折磨 它一直被折磨的时候 它会失去力量 你们了解吗 所以你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你不满足它 不去体恤 为它安排 怎么放纵情欲 不是天天给它吃饭 你天天给它吃饭 它越来越强壮 对不对 所以你折磨它 好像主 叫你 你明明知道 你到这个地方会受死它 不去 有些东西避免 不看 然后与那清新祷告的人在一起 追求公义信德和平 对不对 很奇妙的 慢慢 这个肉体就被折磨了 它被折磨就没有力量了 你一直去恋慕它 很难的 各位 所以这句话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 25节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这个又是肉体了 情欲了 彼此惹气 互相妒忌 所以很多的妒忌 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妒忌这个字出现 我就发现 所以我们一个礼拜两三次见面的人 不妒忌都难 对不对 很容易的 人跟人之间 我的孩子不会妒忌我 我有钱 一个13岁的孩子不会妒忌我 但他看13岁的 其他13岁的孩子 我的手机 鞋子 他会妒忌彼此的 你们了解吗 这很奇妙的 你同等的人 同班同学 很容易妒忌的 这里说什么 圣灵要给我们真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里面 绝对没有给我们自由放纵情欲 这里面没有贪心人的东西的自由 一旦你贪恋的时候 圣灵马上跟你的情欲交战 那个痛苦那个挣扎来教你转向神 转向神 非要顺着圣灵 顺着圣灵里面的结果 教你享受顺着圣灵的自由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尤其年轻人每次说 跟从主很闷 什么都不能做 对不对 很闷 流行歌不能唱 你还没有享受到主里面的甜蜜 你还没有享受到主里面的甜蜜 这个自由是什么 叫你心甘乐意的 所以不受律法禁止 或者限制 很多人 限制是不是这样写 自己的字 不是 跟才那个字 限制 不受律法限制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要掌握到这个东西 好像比如说 刚才我说流行歌曲 这些 去看K-POP 这里有没有K-POP 韩流 这些东西 其实他的生命还没有到 不明白圣灵里面的事的时候 你禁止 不让他坐 不让他去 他很难 尤其孩子长大 有一个姐妹 她是很喜欢K-POP 读大学的时候 全部的钱储蓄 就是买她的门票 台币几千几万块也是买 然后这样就去 这很奇妙的 她也知道自己被捆绑 不能走出来 但是有一天 牧师说 你来 教会有查经班叫你带领 这里面亏欠的不得了 还要带查经班 对不对 他就去 没有办法要带了 就带 然后讲 他就一直要读圣经 读了就带领了 有一天他说 我也不知道几时 我就慢慢扫听了 扫听了 我就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了 我也不知道 那个欲望少有了 然后到有一天 慢慢慢慢我就放掉了 所以 这个叫不受律法限制 对不对 当然 有时候你的孩子就误入歧途 忽然间 但坏事 你要马上停止他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本性的一些东西 不是用律法能够解决的 一定是让他 怎么看到主里面的喜乐 爱和自由里面 叫他心甘乐意的做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心甘乐意 所以奉献的人 也是心甘乐意 参加聚会的人 心甘乐意 奉献的人 心甘乐意的人 奉献的时候 是得的 不是给的 他自己奉献了之后 是得的 侍奉 心甘乐意的人 是他羡慕善功的 所以做的时候 不会埋怨劳累 对不对 甚至有一点辛苦的时候 埋怨一次两次之后 心里面有一点受质责 睡觉起来得到力量之后再做 所以上帝要给心甘乐意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 怎么来到这个地步 怎么来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先给各位看 自由的生命 自由的生命 教你知道 甚至人的心里面 人的本性的问题 不是你现在用强加式的 能够叫人做的 请大家好好参考 家庭跟教会里面 找到心甘乐意的人来服侍 感谢主 我以前宣教的时候 我30岁宣教 我今年42岁宣教 我去中国的时候 孩子是3岁 4岁 5岁 我三个拍拍人 三个 每一次我都很想他们 第一次我去到那个山西农村的时候 零下18度 那天整天晚上 我就冷到不得了 他们就有一个湖在那个地方 然后明天早上讲道 我冷到我穿着羽绒服睡觉 然后另一天我起来 那个村长 那个牧师请我去的 他说你还好吗 很温暖吗 我说冷得不得了 他说我不是给你棉被 我说还是冷 然后他说 你怎么睡的 你给我看 然后我就睡给他看 他说你睡错了 棉被你要钻在里面的 我只有躺在棉被 又盖另外一个 他说现在是你给棉被取暖 不是棉被给你取暖 因为我从新加坡来 我不懂原来棉被是要这样做 但是我一生不能忘记 我冻了六个小时的那种光景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那个 但是我心甘乐意做的 你心甘乐意做的 你受苦的时候 你反而感觉荣耀喜乐 对不对 这个就是自由了 没有人强逼你的 我今天一早上起来 这个香港啊 那个暴乱已经到什么地步 这个车啊什么 从机场都不能走出去 也不能进来 那一大堆人在这个机场里面 你们知道吗 牧师高雄玩台中台北 然后就去香港了 我是心甘乐意要去的 所以不管怎样暴动暴乱 看一下 然后祷告 就是要去 更迫切的要去 所以保罗啊 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人家不懂 保罗你不要去啊 那个先知雅加坡都说了 你去了没命啊 那讲什么 你们为什么叫我薪水呢 保罗这样讲 对不对 我是一定要去的 主的使命 对不对 所以我就看得到啊 真是主的荣耀 所以这样的圣灵的工作 你们明白吗 不是你舒舒服服 然后坐着 然后宣告祝福 然后呢 就生之加薪 绝对不是那个东西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另一种荣耀 是我们要看见 也当代信徒要看见 这不是人的勇敢 你们如果觉得 主牧师你真了不得 你真勇敢 No 我跟各位说 我是小胆的不得了 小胆啊 从小的时候呢 就害臊小胆 站在这个地方 跟人讲到 要不是圣灵的工作 吹壁光照 看到福音的架子 所以我跟各位说 侍奉啊 你要热心 弟兄姐妹 要热心 你看谁谁谁 这么热心 你们千万不要讲 你看主牧师这么热心 你要热心 这句话就控告人了 这句话就是用律法了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这个是把福音的价值带出来 人看到了 传了 他心里面得光照 看到那个荣耀的时候 他自己愿意做 所以这个之前 我们要等候 这是很重要的话 也包含教导孩子 还有牧养教会 很多方面的事情 然后心甘乐意的做 对不对 另外呢 特别圣灵的恩赐什么 节制 这个很重要 节制的自由 这个节制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对不对 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觉得 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 对不对 如果上帝许可的 吃 玩 各方面 你家庭的喜乐 到一个地步了 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 也很开心 很喜乐 每次跟他们 去玩 打球 但是到一个地步 我说 爸爸应该要离开你们 我一年三个月 要离开他们 去宣教 该离开你们的时候 要离开的 所以 你们要为爸爸祷告 就这样说 如果 我继续再玩 再开心 开心不起来 所以 这个就告诉我们 节制的重要 通常 有使命的人 才会节制 我可以跟各位这样讲 你有使命 你没有使命 你很难节制 你没有使命 就是做什么 上班下班 所以有使命 我有什么使命 教会服事 就是你的使命 你们明白吗 没有服事 你就参加聚会 然后就走了 但是你开始要服事 要付出的时候 有使命 所以 节制的喜乐 我请大家多祷告 到一个地步 你做的时候 神并不是限制我 神在乎我的享受 在乎 所以祂叫我抉择 第三是很重要的 也是今天信息的重点 在这个自由里面 很多弟兄姐妹会问 但是这个情欲 跟这个需要 我们人性有没有需要 上帝教我们有需要 需要跟情欲又有不一样 对不对 需要 上帝给人 有吃喝结婚 生儿育 你的那种需要 都有 但是 有时候情欲掺杂在里面 我们很难 对不对 我们会过度 有些地方我们会过度 上帝不许可的界限 我们走到了 那个就放纵其余了 所以在我们顺着圣灵行的时候 圣灵许可我们做的 我们要怎么做 不能就讲被动的 或者负面的 应该要讲正面的 如果我就说你不可以贪心 不可以做什么 但是可以做什么 我们一定要知道 圣灵许可我们做什么 也愿意我们要做什么 所以第三点 我特别讲说 当我们顺着圣灵 我们会克服 也需要克服 五种 肉体的情欲 其实有很多种 情欲是无限的 但是我这里把它规划成五种 因为我们人常会跌倒的地方 尤其这五种 这五种 我现在讲 那讲完我就结束 第一 当我们面对 生与死的问题 我请各位回答 你想生还是想死 想生还是想死 要活着还是要死 想活着 很好 很正直 但是保罗说 无论是活 无论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达 对不对 保罗又说 我宁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对不对 那是好得无比的 但是又为了地上 教会的缘故 为你们缘故 我暂且活着 这个人真的是给人掉胃口 不知道他到底保罗的 其实保罗灵里面是很深的 很深 他看到的荣耀 比我们所有的人看到都大 对不对 但是他也是凡人 他能够看到的 他写出来 教我们也追求那个东西 所以 当然 我跟各位说 我现在想到我的家庭 什么时候 我也希望活着 但是有时候矛盾 有时候 在人的有些软弱 疲累 有时候服侍当中灰心 有时候这个灵里面的交战 情欲的交战来的时候 主啊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 再也没有痛苦 悲伤 流泪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来到这边 你人生经验相当丰富了 我跟各位说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绝对告诉你们 不要因为现在人生太苦而想死 这个不是真的保罗所讲的死 保罗的死是很喜乐的 我宁愿离世与他同住 对不对 丈夫都不爱我 孩子都不管我 我死了算了 不是这样去建筑的 欢欢喜喜建筑的 所以生死 生死呢 这是一个每个人的本能的东西 人当然现在都活着 好 但是我们都会看得到 有神的仆人们有活到九十多岁的 好像George Mueller 真的很好 他影响很多的人 也有神的仆人熏到的 四十多岁离开的 宋上节目四十多岁离开了 对不对 这是神定的那个时间 神定的时间 没有比那个时间更好的 有时候我们多活 你像西西家王多活 感谢主啊 我流泪了 祂终于给我多活 多活了怎么办 开始骄傲了 巴比伦人来来来来 你看我们的会堂 这么美了 所以你看 有时候人多活未必好 那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这个 主定的时间 你回到主面 现在有一些教导 上帝要给你活到一百二十岁 因为摩西云活到一百二十岁 哪用这个东西啊 永远清秋月的人 没有这种 这种教导你们不要听 人一般活到七十岁 强壮活到八十岁 那个是在旷野倒闭的人啊 我们是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你看 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看历史历代所有这么多人 都只有活到蒙恩的人 只有活到八九十岁 大卫活到几岁 七十岁 那他是倒闭旷野的人吗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解经不能乱来 我跟各位讲 这种话是毒药来的 因为一讲了 你的情欲被他勾上的时候 又有真理了 好像是情感意志 心思都能够connect 连接起来的话 就慢慢成为一个毒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了解吗 所以保罗所讲的什么 我宁愿理事 所以在我身上显大 所以有一天我跟主说 主啊 祢的仆人如果多活 会羞辱祢的名啊 或者我会软弱 或者可能我老了之后 可能会骄傲起来 就到那边吧 然后祢就带我走 不要我留下来羞辱 我心里我就这样祷告 但是现在主如果活在地上 对你的教会有益 那你存留 那我的孩子 妻子 主会负责 我相信 各位你怎样祷告呢 你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们不笑 好像很沉重啊 你们不信啊 你们不信 也不敢这样祷告是吗 因为都想多活 活到120岁啊 感谢主 最蒙恩的 所以我们身上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我的身体是有主人的 放心 这个主人定的时间 然后我活着是一定要怎样 为了什么 一定有一个目的 我要得冠冕 对不对 就差不多这样写就可以了 你们知道 冠冕 因为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保罗最后的信是这样讲 所以你看 你的生死观 要符合 你活着 上帝说 也不能说想活的人就是情欲 上帝没有这样讲 也不一定想死的人就是很属灵 有些人是痛苦的半死想死 但是生死观一定要按着圣经所讲 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要归正你们的一些思想 对真理的认识 然后 我们人有一个东西叫 自尊心 这个很麻烦 你看这个亚当 犯罪之后 都是你给我吃的 这个女人 她也不讲 她自己也听她的话 自己吃了 对不对 其实我跟你讲 亚当不可以怪夏娃的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上帝 只跟亚当说 这个圆当中的那个善恶国 你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跟谁讲的 只跟亚当 那时候夏娃还没有出来 夏娃是后来造了之后 带到亚当 所以透过亚当的嘴 上帝讲不可以吃 你要知道 你们明白吗 你们读圣经 上帝是先造亚当 跟亚当讲的 因为他是头 所以他怪他 上帝跟谁讲的 上帝亲口跟你讲的 对不对 亚当 所以这个人的自尊心 也叫人逃避责任 然后自己不愿意降悲 不愿意知罪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一定知道的 这个是跟情欲有关系 但是神造人的时候 也说 上帝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对不对 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这么荣耀 所以人也有基本的尊严 有没有 我跟各位说 如果一个老人家 90岁在医院 他快要死了 他还没有断气之前 你不能羞辱他的 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还活着 有时候你在你的大厦里面 看到老人家 老人家 走快一点 不可以的 他马上起来骂你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人有基本的尊严 这是神给的 你尊重动物跟尊重人 一样不一样 有为什么没有声音啊 一样不一样 尊重动物跟尊重人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人的尊贵 所以你看 现在在西方国家 这个动物 有家住 有一服穿 然后有一些人 是没有家在外面 冷冷的那个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跟各位 这些都是人的败坏 堕落 里面失去了这个尊严观 一个人的生命 无论怎样 你要尊敬 他是乞丐也好 要尊敬他 那么 自尊心 我们人 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就基本的尊严 还是人不尊敬我们 一个妻子 丈夫不爱他 没有尊严 这个样子 对不对 在心里面 好像自己的形象破裂了 所以在基督里面 要回复的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先给什么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上帝吃他们全并 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尊贵的神儿女的身份 所以你先要回复的是这个 我们的生命 不要在人面前得认可 在主的面前得认可 你们跟主牧师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尊贵的神的儿女 只是我这个器皿 是被上帝用 站在台上 你们是在别处 这样俯视 对不对 这个人来看 好像比较尊贵 站在台上 No 其实神的眼中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堕落是一样的 你们的堕落 你看 有些人说行为比较好的人 你行为比较好的人 其实好像我每次说一座山 行为比较好 比较端正的人 你的行为超好 你在山顶 我超烂 我在山脚 但是你们两个离天上的心所 差不多一样的远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人的堕落 离神的那个 就是这么的远 是一样的 但是尊贵的身份 赐给你们的时候 就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回复这个东西 不要让人的话摧毁你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里面 你说尊贵 我尊贵不起来 人家骂我的时候 我尊贵不起来 那尊贵里面一定要加上什么 要加上什么 在罪人当中 我是 罪魁 谁的话 谁的话 保罗 对不对 这么荣耀的 神的使徒 说在罪人当中 我是罪魁 讲这样的话 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是最差的 你骂我嘛 我比你骂的还差 对不对 了解吗 所以他的自尊心不受伤 但是我也是最荣耀的 所以这个两者在你的心里 很清楚的结合在一起 成为你的身份官 你就知道了 不是 其实里面没有良善 但是上帝把尊贵荣耀赐给我 这个生命 感谢主 这样回复 要祷告的 要祷告的 然后再加上一样东西 因为尊贵的人一定有使命 所以你一定在地上 要完成使命 上帝给你的使命 如果你是 你是这个皇太子 天天坐在皇宫里面 但是什么都不做 就吃喝玩乐 你也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很矛盾 虽然你是很尊贵 所以有使命要完成 完成使命的人 他不会去管 人家对他的评价 还是什么 请大家祷告 第三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 淫欲 各位 淫乱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都有的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不会受试探的啦 这个黄色的这些东西 就看一下 不会受试探的 绝对不要被这些话骗了 直到你连走都不能走 你的牙齿掉光了 之前 你是在性方面是会受试探的 这是一个本能 就好像你要睡觉 你要吃饭 这个东西 这个呢 我可以跟各位说 在这个时代 已经到了同性恋的地步 其实其他的东西不用讲了 一定是在正常的 都反正常的时候呢 已经 里面有很多淫乱的罪 美国呢 这个同性恋国家 你们知道 这个婚前性啊 80% 所以 没有结婚的人 80%都已经 有性经历的 这个 中国是70% 那离婚率呢 中国跟美国差不多一样 60% 那台湾是多少 我今天找来找去 找不到 台湾你们自己去找 一定有一个树木制的 我觉得差不多也是50% 这样的 那个光景的 真的啊 这位弟兄有研究 那么 疫情的东西呢 上帝只有定了 在婚姻的范围里面 得到满足的 不管是婚前 婚外 上帝不许可 因为 上帝把 婚姻当作神圣 也 把婚姻的 那个承诺 要给彼此 这个之前 上帝不许可 这个信 那就先犯了 你发现啊 这个你对他的尊重少了 那个承诺 对他的负担 那个尊敬也会少的 所以这是上帝定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 所以像圣奥古斯丁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疫情的东西呢 人人都会受试探 所以圣经的话 说你要逃避 年轻人的诗语 逃避 所以这个是用 好像负面的 逃 各位逃 我可以跟各位说 各位少看 你的试探是少百分之七八十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眼目的情欲 跟肉身的情欲是结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网络时代 这个Pornography一来 你知道网络时代在美国 他们有统计 在保守派神学院里面 有一个牧师就说 我们吓了一跳 所有来神学院读神学的弟兄 他们做了统计 有看这些黄色物品的 十个里面有八个 来读神学的 我现在不是说在路上旁边 找一个人来读神学的 十个里面有八个 后来那个牧师说 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问了 我们干脆是当做 每个人都是有看 真的是这样 这是什么时代 我也吓了一跳 所以这个网络一来了 你有那个自由 你什么都可以点 有时候你也不是故意去点 你是买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你买一些东西 它就跳出来了 很奇怪的 这些 这些现在东西很厉害的 这个我们叫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 你点一样东西 你喜欢的 它跟着你的个性看 你喜欢这种的人 你这个人一定是很虚荣的 喜欢买这个 买那个 就有一点影射 那个性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那个软件 就这样操作 这样来 所以一定要逃避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逃避之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 你要积极的 以清心祷告的人 在一起追求公义 信得仁爱和平 亲心祷告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你的旁边 你一看到他之后 不会想情欲的东西 有没有 各位看到朱牧师的时候 会想到这样 不会对不对 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OK 要端正起来 马上对不对 你跟那些很色情的人在一起 开始一起讲黄色笑话 喜笑的话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请大家祷告 你在一起的人很重要 人 所以逃避 与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 还有一个很重要 各位有配偶的人 真的与配偶相爱 不要亏负彼此 圣经是这样讲 弟兄是这方面需要 但是姐妹是心灵方面需要 但是其实都需要爱 其实是爱来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夫妇之间亏负的 很容易就受死探 当然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知道 每一个婚姻的情况不一样 有些真的是 我住这几十年 十多二十年牧羊 很多复杂的情况 有些婚姻已经到一个地步 要碰彼此都不能的 那种光景里面 或者有一些很想有配偶 但是到了三十四十岁的时候 还是没有配偶单身 对不对 但是这个欲情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神给的 怎么办 我就为这个东西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看见 其实人 普世人都需要的是爱 对不对 这个爱 在这个欲情里面 其实人需要的是情 你们懂这个情吗 上帝为人造了这个情 心情 友情 爱情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你一个没有配偶的爱的人 但是如果他有很好的亲情 跟父母的关系很好 兄弟姐妹的关系很相爱 或者肢体之间的关系很靠近 所以单身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一个人在家 单身的人一定要嫁给教会 听得懂吗 你们了解这句话 就是一直要来教会的 你婚姻有问题的人 你一定要来教会的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你真的很痛苦 然后来教会 你来教会的时候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接触 然后有时候也看到 教会弟兄姐妹也有婚姻之苦 所以不一定结婚是好 所以忽然间也有明白一些东西 很多很多 但是有一个情的满足 对不对 亲情 友情这些 有这些满足的时候 各位稍会落入这个光景 所以这些都是在福音里面的答案 顺着圣灵 给各位 第四 第四还有什么 我们最厉害的 贪财 贪财要怎样 记得 我们耶和华 以乐 对不对 耶和华以乐 我给各位一句话 耶和华以乐 所以上帝什么都给我 No 其实 上帝 你该有的都有了 因为你天上的父 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做的 不是要求上帝多给你 乃是你要管理 这个也是金钱观的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都不会管理 给你这样多干什么 给你了 你就跌倒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管理 上帝看到你是一个好管家 管理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回答 我以为各位懂 上过三十六课有没有 管理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十一奉献 当纳的献给主 因为一切你有的是从主而来的 所以你把十一奉献献给 这个观念来献的 出手的果子 所以当你献十一之后 你就 就是跟上帝宣告说 主啊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从你而得 为你而用 阿们 所以呢 管理好 十一完之后 然后还有怎样 当然 你过后做的才叫奉献 你有感恩奉献 宣教奉献 这个不是拿十一来做的 十一奉献 当纳的 纳给主之后 使我的家有粮 有传道人 有聚会所 有怎样的 叫弟兄姐妹 能够很舒服的 这样一起敬拜 这个是当纳的 给圣殿的 对不对 然后下面才是感恩奉献 宣教奉献 这些东西 然后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管理对了 那还有什么 有时候你需用的 上帝也叫你不要苦待自己 你一点钱都不要花 一点钱 每次都是这样的那种 各位有时候呢 有些人是小钱不花 忽然间花大钱 也有这样的人 很奇怪 其实你小钱不花 有时候你带来给很多人 不方便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小钱也花 用不义的钱财 来得地上的朋友 圣经是这样讲 所以你要懂得 所以天国 为着天国而用 所以需用的 天国而用 用 然后呢 主会加添 那你做好管家之后 主会负责 最后 真的要讲完了 第五是什么 还有一个情欲是什么 我们的狂欢 狂欢 狂欢是什么 这边写你们看不到 狂欢 你看这个就是 以色列拜牛犊之后的 那个样子 狂欢 对不对 上帝怎么说 在生活当中 主愿意你们有娱乐 但是有中心点 中心点 你的生活的中心点 要放在教会 所以你主日去教会之后 你才出去玩啊 什么啦 不一样的 你主日跑去 就是旅行啊 什么啊 你看 你不守主日之后 心里怪怪的 然后遇到有时候 不顺利的时候 哎呀 都是因为我没有做主日 你又被控告 对不对 那很奇怪 中心点 还有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旅行最开心是什么 各位 你一个人去旅行 整天拿自拍 自拍自拍 你很开心吗 你很开心吗 你看到这么美景 哇 这么美 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看到很美 孩子啊 来来来来 妻子来来 对不对 来看来看 大家一起看嘛 有没有 其实你最开心是 你所爱的人跟你分享 对不对 所以你记得 你去旅行 你跟人分享 那股喜乐 那个什么 有时买一点东西 送给人 人家送给你 很开心 有没有 这个叫 关系 其实人要的是 因为得不到关系 就狂欢 喝酒 放荡 对不对 这个其实都是 肉体的情 因为享受不到 顺着圣灵行 然后 最后 按时的一些娱乐 上帝许可的 各位 有时候 看电影 逛街 有些姐妹 跟牧师说 牧师 我每次侍奉 我一周 一定要去 逛街一次 我说可以 可以 上帝许可 但是如果那天 上帝不许可 你逛 你就不要逛 OK 你们了解吗 这个上帝 我也是喜欢 打球 跑步 我喜欢坐这些东西 搭脚车 所以牧师很喜欢 也喜欢 我很喜欢海 所以这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想 两天之后去 那个小琉球 你们有一个小琉球 对不对 但是听说台风要来了 如果台风来 就要顺着圣灵行 没有办法 你们了解吗 所以呢 我现在讲到十二点半了 我已经快要结束了 但是这一堂课很重要 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其实 这里 这一边的 都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的 你们明白吗 另一边的是 你顺着圣灵行 你顺着圣灵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诗篇 第103 5篇 神用每物使你所愿的 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云 烦恼还同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上帝是很吝啬的 上帝不顾念你的身体 你的肉体 你的开心 哪里是这回事 那干嘛要造你的肉体 造你灵魂就好 对不对 但是 这个肉体跟灵魂现在在一起 怎么顺着圣灵行 你的灵魂顺着圣灵的时候 你的肉体活出来 彰显那个荣耀 然后让旁边的人也看到 你的肉体怎么 喜乐的活 他心灵也羡慕你的上帝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跟祈福神学 成功神学 天天来上帝面前 求上帝多给他什么 自己游了一大堆 但是不懂得用 亲爱的兄弟 这个是两回事 所以一线之差 人是造出自己的宗教 来满足自己的情欲 另一方面是 你顺着圣灵行的时候 你很平安喜乐 你享受一切 上帝为你预备的 阿们 好 今天早上就到这边了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感谢你今天 用你的道教导 劝勉 主 我们知道 主在乎顾念我们 主顾念我们的灵魂 也顾念我们的肉身 主愿意我们 在你里面有自由 感谢主 你已经释放了我们 教我们 不再被奴仆的恶瑕疵 这个释放里面 也包括 主圣灵亲自要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你里面 享受一切的美物 能够知足 能够烦恼还童 能够常常喜乐 无助的感恩 无论做什么 在主你里面做 主这样的奥秘 求主赐给我们 使我们心灵能够明白 能够活出来 以至我们能够彰显主的荣耀 感谢主 主我们今天晚上 明天 还有一个征战 特别在圣灵与情谊的事上 主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事 就是继续教导我们 我们感谢主 把下时间交给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ac蜡 字幕后 puisqu李宗盘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